前娱乐大亨洗米华、周超华因不乏赌博案被判18年,最快也要60岁才有假释机会,因为对当地造成巨大经济损失,洗米华等9名被告所获利的248亿港币被没收。 洗米华从1994年涉足博彩业,到2007年时已经有百亿家产,后来堕入情网,往返于妻子和情人Nandy之间,在情人身上花了不少钱,情人则为其生下四个子女。 随着洗米华入狱服刑,妻子和情人各自逍遥,拒绝理会她的债务问题。 据港媒9月24日报道,洗米华的百亿家产已经成泡影,因为众人无法支付约250亿港币的赔偿,相关部门逐步派卖其物业,最近接管了洗米华在香港上环信德中心的130个物业。 消息指出,洗米华在2014年联合香港商人陈炳志以6亿价格购入大厦三楼,又斥资7000万将物业拆分成130个商铺,共计2万平方尺,约2222平方米。 因为这个大厦连接港澳码头出入境,是不少赌徒前往澳门的必经之地,所以生意一直不错,后来遇到疫情才没那么火,原先的旺谱从零售改成了诊所。 很少再做游客生意。 这130个商铺是洗米华和商人陈炳志一同持有,因为洗米华资不抵债,只能拿出来拍卖,也连累了一起发财的好友。 对于此事,陈炳志没有回应。 其实在此之前,洗米华的物业多次被变卖,涉及她的公司以及送给情人Mandy的过亿山顶豪宅。 只不过,即便卖了那么多物业,还是凑不齐赔偿金,最终也导致很多生意伙伴被牵连。 有趣的是,洗米华的妻子和情人无动于衷,妻子陈慧玲在香港有一套顶楼大屋,有超大的花园阳台,内部还设了健身房,面积要在300平方米左右,至今一直有她持有。 至于Mandy,更是逍遥快活,在英国持有一栋占地几万英尺的庄园,购入价是2.5亿,她经常在庄园搞公益活动,与众人吃喝玩乐,根本不关心四个孩子父亲的死活。 当然,洗米华完全是咎由自取,如果当年一心只对一个女人好,现在也不至于会重判亲礼。 前段时间,曾有新赌王称号的洗米华,原名周超华因多种违法行为终审被判18年,并最终罚款248亿港币。 而近日,人在监狱的洗米华,因为无力支付248亿港币的罚款,她名下的物业也逐渐被拿来拍卖,其中她有份的130间商铺已经被拿出来拍卖了。 据悉,这130间商铺是洗米华和朋友在2014年花六亿买下的,后花7000万拆分为商铺。 而洗米嫂也曾被爆变卖名下的千万商铺来救夫。 洗米华曾经送给情人刘碧莉的豪宅,也抵押给了赌王二房的何游龙。 虽然洗米华名下有关物业被逐渐拿来拍卖赔偿,但作为曾经有名的百亿富豪,洗米华的家人和情人一家的生活其实受到的影响不大,依然过着比普通人好很多的富贵生活。 很多熟知洗米华八卦的网友都知道,洗米华的感情八卦精彩程度不亚于明星八卦。 她主要有两个家庭,一个是妻子洗米嫂,另一个是情人刘碧莉。 妻子洗米嫂生了两个女儿,而且和公公,以及洗米华和原配所生的长子关系非常好。 当年情人刘碧莉来势汹汹,却始终无法撼动洗米嫂周太太的地位,也跟洗米嫂得到了家人支持有一定关系。 洗米嫂也算有情有义,虽然洗米华和情人刘碧莉曾经让她十分难堪。 但洗米华被抓捕之后,每次庭审,洗米嫂都会带着子女去现场给洗米华精神支持。 不过洗米嫂和家人也并没有因为洗米华的入狱影响太大,目前来看,洗米嫂和家人依然住在价值上亿的豪宅里。 而且,洗米嫂时不时会晒出和家人一起出外游玩的照片,一家人看起来非常开心潇洒。 近日,洗米嫂的大女儿大学毕业,洗米嫂还带着家人去国外跟大女儿庆祝,晒出各种在国外的美照。 虽然家里的顶梁柱出世了,但看得出来,洗米嫂依然可以撑起整个家庭,并且保证了家人的经济生活。 再来看情人刘碧莉,刘碧莉曾被评为地表最强小三,在和洗米华在一起期间,她连生了四个孩子,逼到洗米嫂一度要和洗米华离婚。 中间洗米华曾为了挽回洗米嫂和刘碧莉分手,还给了她三亿分手费和豪宅,据传分手费总价值五亿。 但没想到时隔没多久,洗米华和刘碧莉就被拍到在泰国约会,就在大家认定刘碧莉和洗米华感情稳定时。 没想到洗米华出世之前,刘碧莉又和她分手了,而且那次分手很干脆,刘碧莉直接带着四个孩子跑去了国外定居。 直到洗米华出世,大家才后知后觉,刘碧莉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。 洗米华出世之后,刘碧莉已经带着四个孩子在国外过上了新生活了。 她花2.5亿元在国外买了一座庄园,在庄园里经营自己的有机农场,还成为了杂志写手。 分手之后,刘碧莉时不时分享自己的庄园近况,被她经营得有声有色。 虽然如今的刘碧莉发福苍老了不少,但她用近十年的青春确实也换来了她和几个孩子下半生的富贵。 背叛18年的洗米华下半生可以说是希望渺茫,但她的妻子,情人和子女们依然还能过着潇洒的生活。 曾有主持人这样问洗米华,周超华,有钱真的可以任性? 当时,洗米华回复道,不是的,我觉得我没钱的时候也颇任性的。 而如今,对于深陷淋雨的洗米华来说,没钱可是万万任性不起来了。 据悉,7月份的时候,澳门最高法院驳回了洗米华等人的上诉,照样维持了一审的判决。 洗米华照样要做18年的牢狱。 另外,因此次上诉失败,法院这边还增加了赔偿金额,达到了令人扎折的248亿港币,折合人民币约229亿元。 所以对于洗米华来说,无疑是雪上加霜,虽说洗米华从1994年就已经涉足博彩业,凭借着自身的胆略和头脑,博得了澳门小赌王的美名。 2007年的时候,是洗米华最为辉煌的时候,彼时的他创立太阳城集团,旗下先后开设太阳世纪集团,太阳国际金融集团,太阳国际证券,太阳国际财务,太阳娱乐文化,中会国际传播,太阳真会,SKY21,Bar and Restaurant,即位于银河综合度假城的香港金牌海鲜火锅等多元化业务。 洗米华生性好强,做事雷厉风行,在他的领导下,太阳城集团迅速发展,成功开设多元化业务,旗下员工一度达到1300人,洗米华的个人身家更是达到了百亿。 不过,30年河东30年河西,随着洗米华的被捕,他所谓的风光也成为了历史。 9月24日,党媒方面传来了有关洗米华的最新消息,报道指出,洗米华在2014年联合香港商人陈炳志以6亿价格购入大厦三楼,又斥资7000万将物业拆分成130个商铺,共计2万平方尺,约2222平方米。 不得不说两人为了利益最大化,把手中的物业狠狠地精打细算一番。 由于这些商铺地处港澳码头出入境,是许多赌徒们的必经之地,生意十分火爆。 不过,经历了疫情之后,没有了昔日的辉煌。 然而如今洗米华早已自不抵债,为此这130间商铺也被接管变卖。 此代大王陈炳志因此也受到了连累,毕竟香港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,对于陈炳志来说,亦损失不小。 消息一出,陈炳志保持沉默,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。 或许是因为对洗米华早已死心大局已定后,洗米嫂也不愿再来插手洗米华的债务。 此前,还有港媒爆出洗米嫂早前为了救福,甘愿把旗下房产拿出来亏本甩卖, 替对方还债。 但洗米华所要赔偿的金额实在太大,洗米嫂即便再有心也无能为力, 毕竟如今周家人的富足日子可全依靠洗米嫂维持着了。 人人都说洗米华昔日的红颜知己刘碧莉太绝情, 但事实上为了给洗米华还债,刘碧莉也曾越洋签名为洗米华抵押香港豪宅。 只是如今洗米华再怎么折腾,也无济于事,最快也要到60岁才有假释的机会。 所以,无论是洗米嫂还是刘碧莉都不愿再碰洗米华这趟浑水。 俗话说,有因必有果。 造成今日之局面,完全是洗米华一手造成, 所以这个后果也只有自己默默承担了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谢谢。